吸烟会造成呼吸道粘膜的伤害 甚至可能造成慢性阻塞性肺病 吸烟会造成呼吸道粘膜的伤害 并容易形成慢性阻塞性肺病 其实烟害对于我们肺部的危害 我们可以分三个方面来讲 第一个方面是它对呼吸道粘膜的伤害 那这个呼吸道粘膜的伤害 就会造成我们咳嗽、流鼻水、打喷嚏 会有痰、甚至呼吸道的免疫系统下降 所以抽烟的人它是比较容易得到感冒的 那得到感冒以后也比较容易恶化成肢气管炎跟肺炎 这是第一个呼吸道疾病的伤害 那第二个是它对肺部的伤害 就是所谓的慢性阻塞性肺病 这个我们俗称叫做COPD 慢性阻塞性肺病它是慢性肢气管炎跟肺气肿 两个气流阻塞合起来的一个症状 那这个症状它会造成我们呼吸困难、咳嗽、哮喘 然后甚至呢这个呼吸不顺很多痰的一个症状 那这个它会COPD会让我们平均减少6到10年的机会 的寿命的机会 可是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抽烟的人 他并不知道抽烟会造成COPD 那这个COPD呢一旦发生了以后 肺部的伤害它是没有办法复原的 那所以呢就是说预防重于治疗 我们希望不要暴露 因为一旦产生的话 后面的生活品质很不好 那它也是造成我们国人长期呼吸器依赖 以及气切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抽烟所造成的肺部伤害是无法复原的 因此许多医疗院所推出戒烟门诊 帮助引菌子戒烟 时放新闻黄慧如邓正璞 高雄采访报道